清水出芙蓉 王爷 好诗啊 诗好 哪记得上人美 姑娘 公子 您是苏浅雪苏神医啊 原来是苏姑娘 早就听闻清晨那一位女神医 不仅免费听语看病 还治好了这次的瘟疫 让我大义百姓免于病苦之中 在下仰慕已久 今日得见 实属荣幸 公子过奖了 治病救人 本是医者天职 神医之名 实在不敢当 对了 还没请教公子姓名 在下秦川 秦川 您是英王殿下 浅雪失礼了 无妨 苏姑娘妙手人心 一心为我大义百姓祈福 实在令人敬佩 本王想在京城内啊 开一所医师学馆 免去学费 为我大义培育更多医师人才 只不过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教习人选 不知道 苏姑娘可有兴趣啊 王爷有此善心 真是我大义医者 和百姓之福呢 如果有能用得上我的地方 前许绝无二话 如此甚好 这月花园逛来逛去都是这个样子 看都看宁 公主 多处来走走有利于身体 总比您成天蒙在宫里强吧 我想我的小川川 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还能不能再遇见 遇得大 遇不到 遇得大 遇不到 遇得大 公主 遇不到了 公主 公主 你看那边 小川川 小川川 平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对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听我解释啊 不用解释 肯定是我皇兄为了得到你 不惜把你变成女人 也要骗进宫 真是太过分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是这样的 我本来就是女的 就是女的 我皇兄竟然 竟然不择手段 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 我本来就是女的 不是 你看 你真是个女人 如假放坏 我的真名天子 你也是个女人 这下我真是恋了 公主 你也不用太难过 上次你救了我 我还没感谢你呢 要不我一会儿敬你吃饭 快吃啊 别看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皇兄 你和小川川 真是夫妻 朕是皇帝 她是朕亲口侧风的容妃 有何不妥 什么小川川 叫嫂子 等等 嫂子 你有没有一个 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兄弟 真没有 要是有的话 我肯定介绍给你 好吧 你也别灰心 我到时候和你皇兄帮你好好捂色一个 肯定让你早日脱单 吃个鸡腿 这个也要吃 好 来 张嘴 好吃吗 你也吃一口 来 好吃吗 嗯 好吃吗 这鸡腿瞬间不行 你 你没事吧 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 没事 可能最近太累了 经历有些懈怠 也是 你这病才刚好 苏姑娘也说了 你要多调理 这段时间就别太辛苦了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走 丞相深夜召见 不知有何之事 你口口声声说 威仪有多么厉害 多么厉害 可现如今 轻而易举就让人破解了 本相有一终极计划 来 忙呢 这还没到吃饭的时候 你怎么就来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身体吗 特意给你拿了药 来 趁热喝了 好 这是电视的卷子啊 这是电视评选的十家卷子 朕要从中 评出一甲的头三名 那你觉得怎么样 这许文长的卷子啊 无论是 师父 策论 文采 精益 皆为上等 无人能出奇 这状元之名 他许文长 实至名归 我就说嘛 这状元就给许文长的 那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等等 这还没上吗 你想提前泄露不着 对对对 那我到时候等放榜的时候再告诉他 正好我跟老周老田他们也好久没见了 到时候一块吃个饭 给许文长好好庆祝一下 你就知道记挂你那些朋友 那朕呢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可能把你给忘了呢 到时候外面肯定很热闹 我们一块出公广广广 这还差不多 麻烦让一下 让一下 麻烦让一下 让一下 让一下 勾住了 来 谢谢 谢谢 老倩 我这边没有啊 你那边有吗 我这儿没有啊 我再找找 不用找了 我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 在 在那儿 doubt 珍 Research 又知道 撞眼了 ください 我真在撞眼了 啊 ru 众願出行 先者ber pain 小不好 不许 弹子 众愿出行 せisa 下一步 小勃 你好气 significant ah Euh すom 我们再去看看吧 好 走 小小姑娘 小小姑娘 好消息啊 那许文长许公子 搞中状元了 当真 比金子都真 黄榜投名 倚仗游街 那真是可不得了 你和许公子